大家好,我是十五項毛律師 感受的是,去年獲獎後有一個推動力 令我今年做婚禮,每一場都要做得更好 希望能夠正義求證,越做越好 雖然證婚時間短短,可能幾個字 但人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刻 能夠幫他見證和完成,或者完美這一部分 我覺得使命感是很大的 近年趨勢發現了,多了很多小規模的婚禮 跟以前很不同 以前通常婚禮都是中式大派現值酒樓酒店 搞婚禮 現在很多都是去一些特色的場地 或者戶外的地方 去做一些小規模酒酒式的婚禮 甚至我去過一些公廈 尤其是專教派對的單位 都去過的 不會是去下去的酒店和酒樓 還有使用角色是多了些 因為小規模的婚禮多了 未必他們有私宜 所以律師都會擔當無份私宜的職責 一般律師都會在結婚前一到兩個月 會與生人開會 會幫他們辦理申請結婚手續 如果生人對自己的婚禮 我儀式有特別要求的話 儘量在這個會議上和律師討論 令律師知道了解其需要 幫他們看一看 我最近發現我的情況 就是多了新人家長 沒有帶身份證 尤其是媽媽方面 如果生人選擇媽媽做主婚禮的話 譬如媽媽都會穿旗袍 沒有帶錢包 所以不帶身份證 根據法例必須要對好新人身份證 和雙方見證人的身份證 才行禮 要不要帶錢包 就要回家很狼狽 所以提起新人 必須要帶身份證 家長